其實現時這個逮捕機制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剝削了香港人的被選權和選舉權 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以2008年來講 2008年有一位人士 他還在拿著英國護照或者外國護照 他不可以參加直選 但是到了2009年的時候 他轉了個護照了 有一個人出權 那為什麼他不可以參選去逮捕出權的位置呢 如果你不讓他參選 說因為有一個逮捕機制 其實就剝削了他的被選權 同樣道理 譬如我2008年我還未夠18歲 我還未是選民 我還未有得投票 但是到了2009年我已經是18歲了 突然間有個議員因為病也好 辭職也好 有位置出權 我為什麼不可以投票 去選一個我認為合適的人 去替代這個辭職有職 或者是因為病 而不可以再做議員的位置呢 那麼這個權利是一個憲制上的權利 在憲制上的權利不是說大多數人的權利 是說每一個人的權利 所以說只是有一個人 他因為這個機制受損 其實都不符合憲制的要求 所以你要做一個根本的改動 而不去諮詢香港市民 我也是完全說不過去的